小儀推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小儀推拿呢 今天我特意來到這裏找駱曉瑩醫師教我們 甚麼是小儀推拿 駱醫師我想問多少歲的小朋友適合做小儀推拿 一般出生後12歲以下都很適合做小儀推拿 小儀推拿可以幫助他調和他的氣血 增強他的體質 增強他的免疫力 而且不用打針也不需要吃補藥 這是對於他很好的幫助 但注意的時候做的時候的動作要輕快 不可以太重 跟成人推拿不一樣 小朋友常常晚上咳會睡不到 請問有甚麼方法可以幫他們推拿呢 我們一般有幾個手法可以做 第一個手法我們可以清廢經 捉起小朋友的左手他的無名指 從羅文面那裏輕輕推推推推推推推 往外指尖推 大概做90至100下左右 動作要輕快 見到有少少潮紅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還可以推彈鐘 我們就講彈鐘 就是小朋友的胸部 如果小朋友避室睡不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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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手法可以幫到他 首先我們可以做一個手法 叫黃蜂入洞 首先按由兩邊的鼻翼兩邊的影響穴 上下上下這樣按由 然後在鼻孔下面再按 然後可以幫助鼻水順地排出 第二我們可以按一下 按按印堂穴 令到鼻塞問題會再疏通一點 再加按兩眉之間的散足穴會更好 這些穴位一般都不會太痛 不過媽媽也是手法要腳輕油為主 不要弄痛小朋友為好 羅醫師 請問小朋友經常會肚子不舒服 有沒有甚麼手法可以幫到他 如果小朋友有肚子不舒服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用手 幫他在肚子上進行摩幅動作 以肚瓷為中心 順時針地打圈 摩肚 然後由內到外 去到腹部的邊緣 然後重複大概一分鐘 小朋友的肚子亂粒粒就可以了 如果小朋友另外還有肚窩肚射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試試 同樣剛才一樣 把手放在肚子上 以肚瓷為中心 反過來逆時針方向 由內到外 摩幅都是小朋友 暖暖的就可以了